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繁华的都市 处处有令人想带回家的独特影像 其实录影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潮流 而在旅行的时候捕捉撒娜的瞬间 将眼前的影像收藏成为永恆 Handycam 自在分享 就是一个希望记录下各个地方的特色 和分享旅游感受的平台 在整个五月份 我们收到很多来自全马各地的 录影发烧友机来的短片 他们都是想和大家分享 马来西亚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而拍下了很多很珍贵的短片 叫做《我和我的家乡》 基于这个想分享的出发点 将可以为它带来总值六万Ringgit的奖金奖品 而且如果你成功出线 进入决赛的话 我们将会出国进行拍摄 用一句话来说 又可以免费旅游了 我想抓住那个美好的时刻 将要失落 那个文化我反而记得下来 一直都犯到怨梦 天天都是这样过 起床 睡觉 上班 之后我现在想玩这些东西 也冲击一下自己 因为没几多个十年 这个前所未有 集合于录影和旅游的电视真人秀 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延练反映 他们包括在银行上班 数钱的员工 还有拍戏的演员 还有画家都有 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 有十多岁的学生 直至到六十岁的退休人士都有 他们真是身体力行地 将他们最珍贵的 我和我的家乡的片片 寄给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给到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做就了我们志在分享的海津 我会很想拍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 原来清晴是什么可贵的 你可以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 但是你很难拍到一个 很有感觉的画面 经过一段面试后 终于选到最好的六个作品了 很沉重的角落 心情很紧张 看一看 你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好 手上 张家 好 掌声鼓励 我想拿一个比较像MV式 有些画面 其实我是以前过奏经历过 以前很冷的 所以我叫我女主角穿得比较冷 就是想变出那种温暖的感觉 就是我来 可以说是这个参赛戏 拿来学习 因为我什么鼻息都没有 小小的时候就在这里成长 过几十年 没有在那里生活 所以就一讲起就上去拍 拍开才有这么强烈 上班的感觉 这段亲情片 是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 还没完整 我觉得整个故事 就是我想拍一部电影 可以完整整地带出 整个故事 我会比较喜欢正面的讯息 带给大家觉得 还有希望这个世界上还是很美好的 什么软件 什么镜头 其实我一概不知 但是其实我脑里面 对于电影是有一些画面 还有有一些表达方式 其实我里面说的就是笑容 就是我家人 那种关怀和那种亲切 对于我来说 无论那个笑容 那个亲切感在哪里 其实我的家庭在哪里 很与她et 我就说这个風格 我觉得真的比较 生活 接着 选择 但是 那个重点是我喜欢 这样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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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心情好一些 我可以很友善一些 职位跟人家讲話 那有时可以真的 不说话 怕丑 我有一个短片 20秒吧 我是在挑战那个 用快的速度 来表现那个 有一个害怕的那种感觉 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呈现 可是因为这个是拍家乡 所以我想把福建的味道有带出来 一群人上我上去 可能也去拍照 还是去拍视频 就好像大家为了同样的东西去做 这种感觉会很棒 又为这六个参赛者 立即就要出席 接下来由Sony Handycam举办的工作室 而Sony Handycam产品经理Nikolas 亦亲身为大家讲解 这部在比赛时指定型号 Sony Handycam HDR-CX550的功能 以及剪接技巧 比赛没开始 大家的相处气氛总算融合 但对于比赛 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坚持的看法 我自己其实在做事上 是一个很认真很认真的人 可能不认真的情况会有磨擦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的 不过问题就是 有时不要太僵 有时我们人对人的时候 如果是对方站硬的话 我们就稍微将走一点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的 应该都会合作不快 我觉得家豪会是我的对手 他本身的摄影那方面的经验是不错的 无论剪片和拍摄都好 我两样都很喜欢 因为我都很享受 这两样的制作过程 做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很有成功感 女生在这个游戏环节里头 是有一点点就处于弱势的 可能我们的体力都不如男生的好 可是我还是觉得参与这个游戏单元 自在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如果可以把拍摄的经验跟技巧 可以更成熟一点 就已经OK了 毕竟我现在还是学生嘛 然后看到大家都是毕业的次 就觉得还蛮有压力一下 希望可以在两分钟里头 好好地表现自己 把那个地点的那些特色 然后那种人文生活的气息 可以就好好地发挥在那两分钟里头 之前跟自己说 进到六强就赢了 希望可以走得更远 走运了一次 希望再走运多几次